哈喽大家好,今天是世界之罪频道 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罪 你见过跟亚洲象一样大 跟长颈鹿一样高的树染吗? 你相信一只蜥蜴最后竟然会演化成 海洋中最凶猛的霸主吗? 你能想象青蛙生吞恐龙的画面有多震撼吗? 在人类文明诞心之前 说到死前的地球霸主 大家第一个都会联想到恐龙 但其实地球上还有很多凶猛残暴的死前据兽 有些甚至比恐龙还要凶残残暴100倍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10个比恐龙还要更可怕的死前据兽 在开始进入侏罗契公园之前 先请您按下下方的订阅按钮 完成了吗? 那我们接着聊 魔鬼蛙 我真的是没有在糊弄大家的 今天要介绍的青蛙绝不好惹 它是生存在7000万年前 跟恐龙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生物 魔鬼蛙 魔鬼蛙跟现代的青蛙完全是不同等级的生物 魔鬼蛙有一张宽阔的大嘴巴 和一口尖利的牙齿 而且最喜欢吃的食物竟然是恐龙 魔鬼蛙通常不在水中生活 而是喜欢生活在半干旱的环境中 它们非常擅长伪装 等待时机成熟 就会出其不意地攻击猎物 地球霸主霸王龙的幼崽 就是魔鬼蛙最爱吃的食物 它会趁霸王龙不留意之际 吞食那些刚刚浮出来的霸王龙幼崽 除了霸王龙 梁龙 小盗龙 姐姐龙的幼崽也是它的猎捕对象 至于为什么那么爱吃恐龙的幼崽 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出一个所以然 远古蜈蚣 现代的蜈蚣哪怕只有10厘米 就足以让胆小的人吓得花容失色 但如果眼前出现一只长达2.6米 站起来比人类还要高的大蜈蚣 恐怕已经很多人被吓死了吧 远古蜈蚣是陆地上最早出现的无脊椎动物之一 生活在石探祭时期 七夕地是现今的北美洲和苏格兰境内 直到3亿年前的恶蝶纪时期才灭绝 古生物学家推测 它们之所以能够活得这么久 是因为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也因为身上有强烈的毒性 每当它遇见猛兽攻击时 身上就会产生毒液 让攻击对象的皮肤溃烂 已经读书这东西并不好惹 久而久之就没有任何的生物 会把它们当作历史的目标 几乎没有天敌的远古蜈蚣 为什么最终还是难逃灭绝的命运呢 有生物学家认为 有可能是气候陆地和海洋的变化 导致远古蜈蚣食物链断裂 最终让这个物种消失在地球上 邓士宇 它是史上最凶猛的海洋生物 连大白鲨遇见它都要退避散射 邓士宇是寒武记到尼盆时期 出现过最大的肉食硬骨鱼类 但它没有牙齿 代替牙的是位于稳步的头甲追生 如杂到一般 非常尖锐 它可以在五十分之一秒内 瞬间切断 咬裂和粉碎任何东西 咬合力可达到五千克 威力惊人 其他倒霉的海洋生物遇见它 就只有乖乖送死的份 邓士宇对食物没有任何要求 任何一种海洋生物如鲨鱼 硬骨鱼 蒸骨鱼 三叶虫 橘石 鹦鹉螺 顿皮鱼 甚至是未成年的同类 都是它的盘中餐 当它肚子饿的时候 吃起食物来 还真的是六亲不认啊 帝王鹿 帝王鹿生活在百二纪时代 它的身体非常巨大 身长可达12米 如现代的铝油巴士般大小 体重则高达8至11吨 跟现代的鹿鱼后背相比 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根据研究人员 对帝王鹿骨骼的研究 帝王鹿长到50至60岁的时候 才算真正的成年 然而它们还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继续生长 如果一只帝王鹿能够活到100岁 真的无法想象它得有多大 帝王鹿最恐怖的武器 就是它纳血盆大口 其隔部布满了132颗 像铁路钉子般的粗厚牙齿 牙齿成岩锥形 适合用于抓取和夹住猎物 不幸被它钉上的猎物 都难逃它的魔掌 帝王鹿主要猎食大型的鱼类和乌龟 为什么它们不去猎捕恐龙呢 有生物学家认为 帝王鹿细长的口笔布跟现代的长吻鹿 为长吻鹿相似 都是以鱼类为食 不适合撕咬大型的猎物 苍龙 你眼前所看到的这只庞然大物 它的祖先原本是一只小蜥蜴 但长期受到恐龙的威胁 逼不得已之下 它们开始选择进入海洋囚存 它的名字叫苍龙 虽然有个龙字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恐龙 是海洋内的蜥蜴 跟现在的科摩多巨蜥属于原型关系 苍龙的祖先进入海洋生活之后 经过500多万年的演化 开始从1米长的小蜥蜴 逐渐进化成体长接近17米 重量超过20吨的苍龙 进化之后的苍龙 游动速度非常快 每小时可达到50公里 听觉也特别灵敏 可以把声音放大38倍 使得它们可以轻易判断猎物的位置 随后进行突击 称霸海洋几百万年的苍龙 究竟还是无法躲避地球的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而这场灾难 令陆地上的霸主恐龙 以及海洋上的霸主苍龙 而大部分的生物彻底灭绝 还记得2018年上年的电影《祭齿沙》吗 电影中的旁然大物绝非虚构 祭齿沙是地球上的死前霸主之一 它生存于2300万年前 是地球史上最强悍的生物之一 根据古生物学家的推测 祭齿沙最大身长可达18米 最重可达70吨 祭齿沙拥有强大的咬合力 力度是大白沙的5倍 甚至超越霸王龙 可以轻松咬碎金鱼的肋骨 几乎是天下无敌的海洋霸主 在那个时候 可以跟它互相疲敌的海洋顶级掠食者 可能就只有梅尔威尔金 祭齿沙在海洋称霸超过2000万年 可惜在260万年前灭绝 其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专家认为 祭齿沙的灭绝 跟地球进入新一轮的冰河期有关 因为随着海水温度不断降低 其他海洋生物逐渐迁移到其他海域之后 祭齿沙的生存空间和食物逐渐变少 最后令海洋霸主走向灭绝 梅尔威尔金 梅尔威尔金是一种以灭绝的魔像精 生活在1300万年前 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大的肉食性鱼类 跟另一个海洋巨霸 祭齿沙生活在同一个时期 同样是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 它的外形跟现代魔像精相似 不过和现代魔像精的功能性牙齿相比 这种古代金鱼的两额都长有牙齿 而且比现代魔像精的牙齿大很多 如果祭齿沙和梅尔威尔金真的打起来 谁是赢家呢 科学家曾将这两种海洋巨霸的骨骼化石进行了比较 并发现 虽然祭齿沙的咬合力比较强 但梅尔威尔金的骨骼密度比较重 也就是说它有强大的撞击力 如此看来 一对一的决斗可能很能分出胜负 但由于梅尔威尔金属于群体类 万一独自生活的巨齿沙 同时遭遇到两只三只梅尔威尔金的攻击 搞不好巨齿沙很快就会被吃掉 太坦巨蟒 6500万年前 地球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恐龙家族全部灭绝 但并非所有的生物都在这场浩介中灭绝 有幸生存下来的动物物种 在没有恐龙的威胁和竞争之后 进化得非常巨大 尤其是这一种远古蟒蛇 泰坦巨蟒 进化成了地球历史上最大的蛇类 泰坦巨蟒大约在6000万年前完成进化 取代恐龙的位置 它没有天敌 就连凶猛的鳄鱼也是泰坦巨蟒的盘中餐 那泰坦巨蟒到底有多大呢? 原来它身体的总长度 犹如公路上常见的半挂式卡车一样长 重量比两只北极熊还要重一些 泰坦巨蟒的猎捕方式跟鳄鱼有点类似 它会先潜伏在水中 然后慢慢滑翔猎物的身边 再出其不意地从水中蹦出 用它巨大的下颚咬住猎物的气管 直到猎物断气为止 作为顶级猎捕者 为什么会被灭绝呢? 根据科学家的解释 泰坦巨蟒可能是无法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之下 导致其繁殖逐渐减少 最后令它们渐渐走向灭绝 说到不会飞的鸟类 脑海浮现的可能是鸵鸟 但现代的鸵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也不会让人感觉到有威胁性 但是在远古时代 这种名为鸵鸟的生物就绝非善类 鸵鸟家族在恐龙灭绝之后崛起 它们是地球史上最大的鸟类 鸵鸟是一种大型的肉食性鸟类 它属于不能飞行的鸟类 跟剑子虎生存同一个时期 同样是独际性的动物 跟它们最接近的亲戚不是鸵鸟 鸵鸟长得非常高大 而且拥有一双强壮的双腿 古生物学家认为 鸵鸟的奔跑速度每小时可达到50公里 鸵鸟有一双长得像肉钩结构的翅膀 在猎捕的时候可作为辅助用途 用于攻击猎物 猎物到手之后 就利用强壮的灰来击碎猎物的骨骼 然后才开始吸食猎物骨骼中的骨髓 在当时的南美大陆 它们可以说是顶级的猎食者之一 美洲大地栏 还记得在电影《动物方程式》中 那位动作超慢的树懒吗 别看待一副庸庸懒懒的落小模样 其实它们的史前精细大地懒 是地球上最大的俘虏动物之一 大地懒的外形跟现代的树懒相似 但战斗力应该比现代的树懒强十倍吧 它们有像熊一样圆滚滚的身形 和厚厚的毛发 有亚洲象的体格 长颈鹿的高度 比食蚁兽还要长的舌头 比大猩猩还要强壮的臂膀 士兵和时代全美洲仅次于猛马象 而如此象之后 第三大陆生兽类 大地懒主要在地面上活动 以树叶为主食 它们可以靠后肢和强壮的尾巴站立 以方便进食 它们强壮的手臂和巨大的爪子 绝对有能力把整个树枝拔下 再用长长的舌头兼取置业 大地懒也不是树食动物 当它们想吃肉的时候 可能就选择吃腐肉 或者是仗着自己高大身形的优势 从其他肉食动物的口中抢走猎物 这行为还真的是有点耍流氓啊 好了 以上就是十个比恐龙还要凶残的史前巨兽 你认为哪一种史前巨兽最恐怖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讨论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世界之罪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 并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